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在野黨的立法委員同仁他們在講 第一個講說這個黨產要歸零 這句話我是覺得有疑慮 我在大學裡面教書兼課 我教的叫做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人力資源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裡面有一句話說 Human Capital就是優質的人才 是這個組織發展最重要的資產 換句話說人力資源管理裡面 他是把人 人才是這個組織 是最重要的資產 他把它看作是一個資產 如果說我黨產歸零 那黨員是不是黨員也歸零啊 黨員是黨產啊 對不對 沒有黨員怎麼會有黨的存在呢 當然它是如果你黨產歸零 那不是所有黨員都撬辯子都沒有黨員了嗎 所以啊 不能這個是有語併的 這是有語併的 像這些不應該不不當的 這不當的黨產接收的部分啊 當然要給它歸零 我想這是應該要做的事情 國民黨的黨產 除了黨員以外 就沒有其他的黨產了嗎 我們國民黨是百年老黨 創建全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政黨啊 它當然有黨產啊 那黨產是什麼 包括它的無形的價值 它是一個value 它是品牌的價值啊 那這個也要歸零嗎 這怎麼去歸零呢 這是我們的文化 我們的歷史 我們百年老黨有百萬的 以前有百萬的黨員 他們黨員繳的黨費 算不算是黨產之一呢 他透過黨員繳的黨費 他去購買的資產 這也要歸零嗎 這是一件很奇怪的 這是財產權的一部分嘛 對不對 這怎麼會是要歸零呢